好 那已经到一个失控状况了 到底政府现在要宣示做些什么事 大家能够相信又能够接受又能够认为会有效果吗 邱老师我们就来看 总统要开全国食品安全会议了 史上的第一次11月开 刚五号 我可以预测绝对没有效 那上次这个塑化剂事件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食品药管理局 当时还是局 也办过全国食品安全会议 开过 这次不是第一次 我连我都不记得 这可能是由他们高层来主持的 当时也有行政院的院长吴敦义 院长来主持 有效吗 今天大家可以评估一下有效吗 那我这里提出一个非常善意的建议 我们政府再开这种食品安全会议 希望多找民间的人士 向我们这些人来参加 因为我们懂得民间 不要再找那些固定的班底 或者是由主管机关门推荐的 那几位代表 他们以前就没有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开会如果还是用过去的体制 这个会议注定是失败的 我们这边不开座命运告诉大家 根本在谁身上 在人的身上 那刚刚老师你点出来 哪些人适合去开 能够开出建设性的结果来 政府你要找对人 如果还是找错人的话 不要再乱费我们的钱了 好 食安的问题 我们是会持续带大家的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五位来宾的参与 谢谢 谢谢